4月11日,高阶彩妆品牌美宝莲纽约联合天猫超级粉丝日 特邀全国数百家媒体美妆和生活方式博主及粉丝集聚活动现场 共同提供美宝莲纽约2019限定Vitamin City from A2自己展览 全新品牌代言人吴磊在纽约街头闪亮登场,与现场粉丝们亲密互动 在敲手一盼的倒计时之后,活动拉开序幕,不同类型的纽约街头表演轮番上演 从馆场各个角落逐渐汇取到主舞台 在这火热的氛围中,美宝莲纽约代言人吴磊先设玉竹舞台 现场吴磊不仅分享了与美宝莲节约的故事 拍摄Vitamin粉丁页,宣传大片时的趣事 还和粉丝们展开亲密交流,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游戏互动 吴磊在互动中进行少年活力,实力重粉 在卡榜中,吴磊透露了对于公益行动的看法 我对公益我觉得就是,因为也逐渐长大了嘛 我觉得就是有能力就应该去帮助身边的人 帮助这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去传播这段正能量 应该以身作则去做一些好事的 现场在谭级近期的健身计划时,吴磊根是很直到可爱 我已经很久没有健身了,你们不要乱讲 我真的很长时间没有健身了 然后包括身边的人也叫我一直不要健身 因为我健完身之后就像一个肌肉怪一样 然后他们就不是很喜欢我健身 但还是有一直在保持运动了 就是跑跑步啊什么的 但现实是真的很久没有了 火力少年吴磊在追逐演员梦的路上 始终能找到合适的道路 他不拘人设坚持真我 同时也保留少年质感 此次,美宝莲纽约写首歌星少年吴磊 进一步探寻非特命粉底液的全新可能 相信有了元气少年吴磊的加入 美宝莲一定会绽放出更加瞩目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